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鸡蛋早餐饼的懒人做法 10分钟的时间可以搞定全家人的早餐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盆里放入260克面粉 放入一勺食盐增加饼的底味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少量多次的向里面加入清水 一边加一边搅拌 最后搅拌纸像这样偏稀一点的糊状就可以了 放在旁边先备用 准备一个小一点的西红柿 打上十字花刀 把西红柿放入碗中 倒上烧开的热水 用热水烫一下 这样去皮儿更简单 把西红柿的皮儿吐露下来 然后把西红柿炖半切开 再切成薄片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放进碗里 再准备切点葱花 和西红柿放在一起 里面打入三颗鸡蛋 然后搅拌均匀 里面放入少许的食盐 继续搅拌均匀 备用 电饼铛刷下一点点食用油 盛入两勺面糊 倒入电饼铛 把电饼铛的底座摇晃一下 这样饼就均匀了 盖上盖子焖10秒钟 搅饼垫香以后 进行翻面 盛入两勺葱花鸡蛋 倒入饼面 均匀地 把葱花鸡蛋摊开 盖上盖子 焖10秒钟 等鸡蛋垫形就可以翻面了 翻面之后 盖上盖子再焖5秒钟 这样鸡蛋饼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把饼可以卷起来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做一张 作为早餐饼 非常的节约时间 这样也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切成小段 早上上班上学 非常的赶时间 可以试试这样的早餐饼 地质健康 而且还非常的柔软 如果你喜欢 也一起来试试吧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